到目前为止,朝鲜的旅游仍然没有翻开 这是我19年朝鲜更团游的一次回顾 这个新谅的视频里,我将真实公正的介绍我在朝鲜的所见所感 向大家展示这个神秘的国家 我是在吉林省的魂春市,报名的朝鲜两日游 价格非常的实惠,每个人才750元 里面包括吃住行、游网和导游服务 出行的条件也很简单,只需要有护照就行 早上,游客们在魂春的圈核口岸集中 圈核口岸是中朝国际客户公路运输口岸 位于中国吉林省魂春市靖信县 距魂春市区42公里,距朝鲜挪近51公里 对面就是朝鲜的圆庭口岸 口岸的店铺招牌和广告可以看出 朝鲜旅游、朝鲜特产等等 这里的所有生意都是依托于朝鲜 游客们纷纷到位,以老年人为主 主要来自于东北三省 听他们说话,发现其中还有几个朝鲜族的老人 也许他们是要探盘一下主基地 人员集合好后,就开始排队过边检 导游说以前是不准带手机进入朝鲜的 全部要寄存在朝鲜边检这里 但是现在政策放松的很多 游客们可以携带手机 不过在朝鲜没有手机信号 无法与外界联系 只能用来拍照和拍视频 从这一点的变化来看 也就是相当于默认游客们在朝鲜旅游时是可以拍照的 从之后的朝鲜旅行过程中 也确实实现了拍摄的自由 并不是网上说的不准拍摄 当然,导游也讲了一些禁止行为 比较重点强调的是不准与普通朝鲜人接触 也就是说,除了朝鲜导游、餐厅和酒店、商店服务员之外 不准接触其他朝鲜人 有游客问 接触了会怎样?会把我抓起来吗? 导游回答 他们当然不会对我们游客怎么样 但你接触的朝鲜人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我们旅游完了拍屁股走人 但是那个倒霉的朝鲜人就因为和你讲了几句话 就有可能被审查、处分之类的 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就是入境朝鲜是发发令指签证 还是直接在护照上盖章? 很多人说 护照上有朝鲜编检的章会影响申请欧美国家的签证 欧美国家的签证官会认为你同情或支持朝鲜对你拒签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入境朝鲜他们是会在你的护照上盖章的 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一些网友反驳了朝鲜盖章就会被欧美拒签的观点 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 有朝鲜的入境章完全不影响他们去西方国家 当然 这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观点 并不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如果有这方面顾虑的朋友需要综合评估一下 你到底应不应该去朝鲜旅游 无论是哪国的边检都不允许拍照 所以朝鲜边检的景象无法给大家展现 可以说一说的就是 朝鲜的边检大厅修得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现代化 与我国的边检相差无几 我曾经去过了东南亚的所有国家 以及南亚的几个国家 他们的陆路口岸 许多都简陋落后 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小镇汽车站 可以理直气壮的说 朝鲜的这个口岸 从硬件上看是完胜东南亚的同级别口岸的 它的窗口 地板 以及洗手间的设计和砖修 都非常像对面的我国口岸 体面的有点超出朝鲜这个国家的气质 以至于我怀疑这个朝鲜口岸可能是我们原建的 朝鲜的边检人员精神面貌不错 只是那是明显落后于时代设计的制服 与观仙大旗的建筑产生的那么一些些违和 朝鲜的边检效率是不错的 远胜俄罗斯和东南亚诸国 虽然态度和流程都很严格 但也完全没有半点敷衍和故意刁栏 也许中国游客带来的收入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吧 过了朝鲜边检 所有游客被分配到了朝鲜接待房的旅游大巴上 大巴车都是较新的中国车 非常的舒适 接待人员是两个穿着朝鲜民族服饰的旅导游 一个司机和一个戴眼睛的销售小伙 两个旅导游中个头不高 游瘦的那个应该是老员工 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各位来宾 大家好 银上西湖了 我首先代表罗宪豆瓣江旅行社的圈局 满怀着美好的人梦想和温暖如今的感情 来反对我们朝鲜国营的新华特区 罗宪市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是豆瓣江旅行社派来进你们的朝方导游 这一番介绍之后 我们的朝鲜之旅算是正式开始 从吉林省的边境进入朝鲜后 山变得多了起来 公路修得还不错 是平整的水里路 只不过路上的车很少 旅游大巴开了半个小时 朝鲜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在心里定型了 那就是干净整洁 公路 公路两边的山林或远或近的农舍 都好像经过了仔细的人工梳理 如果要找一个理人化的比喻 朝鲜就像一个朴实的农家姑娘 没有腌制水粉和亮衣明包 但是从上到下收拾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为什么朝鲜看上去这么清爽 我坐在车上仔细地寻找答案 还真让我找到了 在朝鲜的乡村 除了植物的绿色 建筑和公路的灰色 很少有其他的颜色 特别是亮色 此清此景 很像我们小时候 人民公社火热明亮的田园生活场景化 一转念 又让我想起那年去日本福岗 他们的乡村有相同的感觉 在福岗的郊外 一块块边界鲜明的水稻田 连田间的小路和沟渠都打理得很细致 没有杂草和泥土疙瘩 更没有垃圾 我想 这应该就是国土大小的区别吧 遥阔的国家更粗范 狭小的国家更精细 一路风景如画 朴实的朝鲜绿岛游 也给游客们唱起了中国歌曲 是藉手和江战 有没有den they 人物的说了 在政府中心有一些 他是艺术的大师 在国家上迺谈 链是人物的好位 有没有安静 有没有安静 是营土潮 有没有安静 有没有安静 您好,请盖上试试 您好 您第一次来藏着吗? 是 那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藏着的概况怎么样啊 好 经过一片农村的聚集区 里面的房子全是新修的 整齐画衣 样式都是相同的 颇有些设计感 有点别墅的感觉 一模一样是吧 对 都是一模一样 这个是什么原因 大家都知道吗 免费的 所以每个房子的房子的形式 和内部工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地面 天地 都是国家的 都是国家的 对我们的房子来说 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对中国来说 怎么说呢 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我们朝鲜来说 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在我们朝鲜 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 都是国家的 都是国营的 就是小卖部 小卖部 也就是卖冰淇淋 也都是国家的 我也是国家的 为了国家 我们流行上单位 也就是这样的 朝鲜旅导游的依据 连我也是国家的 算是跟中国游客们 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接下来 朝鲜导游 又给我们 送上了一首 中文老歌 朱华健的朋友 中文老歌 虽然这个新手导游的 中文不太标准 但是还是引得 满车中国游客 进行了集体大合唱 这真是一趟 很舒服的旅程 大巴车的前方是罗仙市 也就是开头导游介绍的 朝鲜唯一的金贸特区 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深圳 视频里的这条路 是起于金陵省的中朝边境 抵达朝鲜唯一的金贸特区 罗仙市 车辆行径中 温柔的朝鲜旅导游 会给中国游客们演唱 中国歌曲 还会介绍朝鲜的一些情况 旅导游指着一片农村的房子说 朝鲜人的房子都是国家分配的 包括工人农民 大家都是免费分房 然后说到医疗和教育 从1960年起 朝鲜就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制 教育方面 也是全民免费 从药员到大学 都是免费的 最后旅导游还重点说了 朝鲜鼓励生育 生八个以上孩子的妇女 会帮发英雄妈妈的称号 如果怀的是三胞胎以上 会送到全国最好的产科医院 平然产院进行生产 孩子出生后 最高领袖还会给孩子们送礼物 男孩送小银刀 女孩送金戒指 所以从幼稚员到大学 好多大学生 或者幼稚员的儿童 都不还一分钱 免费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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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给妈妈 发英雄妈妈的称号 还有一个母亲 女生三胞胎 四胞胎的话 三胞胎 四胞胎的话 那个 呃 他送到那个 我们平壤长远 厂科医平壤长远 再要生孩子 还有我们金正恩委委员长 给这个孩子送礼物 这个礼物是什么呢 这个孩子男孩的话 男孩 男孩子的话 给小银刀 小银刀 如果女孩的话 给金戒指 金戒指 这个在金戒指 和小银到正面刻上了 自己的名字 他们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 太好了 我在朝铅距离的照片中 找到了这一张 非常有意义的照片 我仔细分析后发现 这张照片 简直就是朝铅的一个缩影 远处连绵的小山上 种着或蜜或树的小树 都没有成才 或许是因为本身土地贫瘠 导致生长缓慢 又或者是因为大树 都因为物资缺乏被采伐一空 不管怎样 这都是朝铅农业条件欠加的一个体现 朝铅的山地 约占国土面积的80% 在经济封闭的情况下 要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 确实要看田吃饭 照片的右侧 似乎是一个核杀堆厂 商业混凝土搅拌站或者建材工厂 我对此不慎了解 希望罕业内的观众可以解答 它象征着朝铅也在大力的发展建设 在困顿的国际环境之下 朝铅工业和基建领域的发展过程 一定是艰辛的 但从这次朝铅之行看来 他们搞工业求发展的决心也是很明显的 照片左侧的巴士车 看不到品牌 但我坚信它一定来自于中国 从车身的造型和图专上看 车铃比较老 有一种浓浓的怀旧风 仿佛是中国90年代的风格 在国内 我们很难看到没有贴广告和拉花的巴士 从这辆车 能看出朝铅作为一个小国 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屏上 仍然处于弱势和短缺的状态 照片左下方是一个朝铅的少年 剪着和大多数成年人一样的短发 穿着一件设计感较为落后 但在朝铅又属于主流的外套 销售的脸庞和身材也同大人们一样 照片右下是一个朝铅妇女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少年的母亲 她戴着银色的发卡 背着黑色的皮包 穿着一双横天高 和所有旅行一样 她也有暧昧之心 我去过十多个国家 看到无数生活在平凡世界的人们 我和他们许多人交谈 从某个莫名的时刻开始顿悟 我坚定地认为 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类 不管是什么族群 什么外形特征 生活在何种文化习俗之中 大家的基本人性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要祝福朝鲜 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找到自己发展的契机 也祝福朝鲜的人们 希望他们有更美好的生活 穿过一大片茂密的树林 和一辆红色牌照的宝马豪华车 前方的罗仙市城区 便慢慢地开始呈现出来 罗仙市也称作 罗金先锋市 位于朝鲜东北部 与中国和俄罗斯接染 1991年12月 被确定为自由经济贸易区 按照朝鲜旅导游的说法 罗仙是朝鲜唯一的经贸特区 那么它的地位 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深圳 按照朝鲜政府宣布的政策 这里不限制所有之行事 不限制产业 外国人短期出入境 不实行签证制度 因此特区每年吸引大量中国游客 进行为期一到五天的旅游观观 在整个中朝边境地区 这里的出国手续最容易 新冠疫情之前 游客头天下午去旅行社报名 第二天一早便可以出发 进入到罗仙市城区 道路非常宽阔 路上的车辆不多 从车流量是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因为不管是人还是货 流通越频繁 代表着经济越繁荣 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就是路上行驶的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品牌的汽车 不论是商用的货车 还是通勤的轿车 出租车的品牌大多是奇瑞 还有其他的中国品牌 有新的观众朋友可以仔细地盘点一下 里面的车基本都是国产的 奇瑞的 这个所看见的楼房 密切的楼百姓的住房 老百姓的住房 还有猎豹的 还有猎豹的 这老百姓住年费的 这个是沙利的 基本都是中国车 货车也是普遍的 大标 这个奇瑞 出租车 基本都是奇瑞的 经济和将军万岁 经过一个停车场 我看到里面停了一大片的出租车 我心里生出一个疑问 这个小小的城市 有这么多打车的需求吗 打车的价格贵吗 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吗 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 慢慢的 到了城市的中心地带 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一座安静清爽的小城 可以这么说 不管是路面 还是其他地面 都清扫得非常干净 完全看不到垃圾 道路其实只有双向试车道 但是由于车辆稀少 显得特别的空旷 路边的行人也不多 许多人骑着自行车 偶尔能发现一个骑电动车的 蓝色的后车型 粗粒的绿花带 简约的建筑 没有更多的设计感 只有质朴和实用 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于 路的两边 很少有商铺 也没有无处不在的 广告牌 通行的老人感慨 这相当于是回到了 七十年代的中国 细心的观众也能发现 在城市的某几个角落 也建起了或者 正在修建一些 比较现代化的高楼 如果让我用四个字 来形容螺线这个城市 我选择这个词 有条不紊 朝鲜的宣传标语 一直都很有特色 直到现在 仍然保持着 手绘的风格 充满着原始的力量 经过市中心的一个 大转盘时 遇到了长长的学生翻队 他们或举着或拿着 鲜红的旗帜 应该是在参加某项活动 如今在国内 是很少能看到学生们 在校外这么大战旗鼓的活动 倒是旅游团里的老年人们 似乎找到了他们 清澈的鸡蛋的青春时光 这个场景 确实很像那个年代 涌动着质朴的力量 散发着透明的纯真 接下来的行程安排 是去就餐 这也是我们到朝鲜后的第一段饭 那地点并不在罗县市区 而是在离市区不远的罗金港 进入港口的大门 从玻璃幕墙的倒影中 看到了一个背着步枪的旅兵 旅兵的前面 便是我们的游客巴士 车上倒数第二排 那个虽然模糊 但隐约间散发着帅气的人 就是我 巴士的前面 是一辆长安小面包 上面架着四个大喇叭 我简单用膝盖思考了一下 它应该是一辆广播宣传车 港口的塔吊盘 也处理着主体精神塔 我们的餐厅 又在旁边 这就是第一经理说的朝鲜眼镜小哥 他是朝方旅游接待团队里 除了导游和司机之外的神秘人员 晚上都说他是特工 实际上 在来餐厅的路上 旅导游就向我们对他进行了商业推荐 150 只要150元人民币 就能让眼镜小哥用DV拍下旅游的实况 旅行结束时 制作成精美的视频 拷贝到U盘上 让你合法的带回国 成为人生中珍贵的回忆 我觉得按照朝鲜的拍摄剪辑水平 这视频的效果肯定很差 于是我花了150元 自从花钱后 我变成了眼镜小哥镜头中的蓝一号 眼镜小哥是毫不掩饰的 对我进行的特殊拍摄 好几次不经意间回头 看到的都是眼镜小哥 冷峻认真的目光 和黑洞洞的DV镜头 让我心头一畅 那么眼镜小哥到底是特工 还是一个摄像师 大家自己判断 至于最后他拍摄的视频 在朝鲜故事的最后一集 给大家宣伤 这家餐厅的专修还算是比较体面的 应该是专门从事外宾游客接待 我们先直接看伙食吧 基本全是冷菜 花生米 炸鱼片 萝卜丝 大米锅巴 饺子 炒豆芽 蔬菜拼盘 配大酱 以及唯一的海鲜 炒鱿鱼 这些菜中我最喜欢的是那盘锅巴 烤得很焦 上面撒着一层细细的白糖 这白糖就像画普通为神奇的魔法材料 一下子把农家柴火丫头变成了一个都市小子白领 我吃了一片后 心里大为感慨 这种简单的食材 通过简单加工 产生极致效果的美食 在国内 只有农须酥 可与滋相比 仅仅只是檀锡和米粉 烤者拉丝的效果 就能让粗糙的食材 达到粗神入化 与化飞生的境界提升 中国游客们吃的都挺开心 纷纷评价 干净 有卫生 几个大叔还专门去柜台买了朝鲜著名的大同江啤酒 看来 许多人都有到了外地一定要品尝当地啤酒的爱好 我也是 我在俄罗斯喝老米勒 在日本喝三德利 在越南喝西贡 在老挝喝别闹 虽然我的酒量很炸 啤酒最多两瓶 白酒最多三瓶 该 这里的服务员 看上去气色都不错 甚至都有些风浴 穿着工整的制服 走路带风 勤劳勤恳 看劳动作风 个个都能选上三把红旗手 我个人对于这顿饭的评价是 虽然简单 但是口味还是很适合中国人的 几片锅巴先垫底 然后两片炸鱼 干下两碗饭 齐活 吃饱喝足 我们开始欣赏港口的风景 挪金港与中国颇有渊源 我国的吉林省原本也是滨海省份 但随着外东北大块领土的丢失 唯一的出海口也丢了 2010年3月 吉林省沿边朝鲜族自治州 取得了挪金港十年租用权 借此打通对日本海的物流通道 之后 吉林省浑春市的两家企业 通过与朝鲜罗先市 经济合作会社合作 获取了朝鲜罗金港部分码头 50年的经营使用权 最后说一下 朝鲜的东海和俄罗斯的海深维海域一样 盛产肥美的地湾蟹 我在海深海吃过 加个基地的地湾蟹 鱼子酱和新鲜的熊肉 这是第一天的下午 吃过午饭后 主要由大爷大妈组成的中国游客 被车拉到一处景点 隔着老远 就看到房子里有一双小手 在欢迎我们 严禁小哥全天都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 对我这样的板衣副歌 也保持着长久的敬意 我原以为这栋房子可能是当地著名历史人物的故居之类的 听导游介绍后 才知道这是一家普通的渔民 只是因为几十年前 最高领袖曾经来拜访了一次 使得这户人家成了景区 我有点诧异 朝鲜只有半个管系城大小 按道理 最高领袖应该走访过很多地方 为什么这家被拜访过的渔民家 会被这么特殊的对待 我猜测可能是罗仙地区在以前不太被重视吧 领袖来得极少 来的这一次 所有的足迹都开始被纪念 我国沿边朝鲜族的大妈 与渔民家的小丫头聊天 这个场面还是很亲切感人的 分割在两个国家的同一个民族的人 有着剪不断的血脉侵情 接着往前走 没几步就到了海边 半岛的种下 在一场短暂小雨的净润之后 凉快爽懒 从朝鲜东海涌动而来的清风 带着远方海浪的清梦与抑郁 导游说 这小小海湾的对面 就是中午吃饭的地方 我们都很吃惊 继续往前 我看到一个卖饮料的小摊 便去买一瓶橙汁 价格是人民币五元 其中一块钱缺了个小脚 被收获援拒收 旁边有一个大姐嘴快 问道 这都是你们韩国自己生产的吗 收获员脸上露出无法描述的尴尬表情 我准备拎开喝橙汁 却发现还没动手 瓶盖处已经在漏液了 由此可见 朝鲜的清工生产水平 还是比较低下的 其实这种装品的机械 在中国花白菜价买一套回去 都很难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 你一定会问我 这漏了叶的橙汁 你喝了没 怎么可能味道非常的浓郁 接下来 我们逛到一处比较热闹的地方 人身顶沸 原来朝鲜旅游也有购物环节 只不过 人家这个规范太多了 售货员全部都是国家公务人员 身穿制服 胸前佩戴着写着名字的工作牌 在这里购买的商品 他们都会开张手写的发票 出境时 必须要经过货票 医治性检查 才能带回国 如果发票遗失 货也就相当于白买了 最吸引人的就是香烟摊位 主要的品牌是光明 据说在朝鲜国内的地位 相当于中国的华子 价格在100到300元一条 还有这个727品牌 据说是他们国家领导人抽的 600元人民币一条 在眼睛小哥的DV照射下 我慷慨出手 买了一条最便宜的光明 后来这条光明香烟带回国 被朋友发现 它从里到外 与中国的云烟 唯一的不同就是文字不同 我的意思是 连包装上的图案都是一样的 只是中文变成了朝鲜字 我不抽烟 便送给老爹抽 老爹拆了一包 抽了一根 就再也不想动它了 出了香烟 另外一处人气很旺的摊位 就是卖海产品的 干海参 1400到1600元人民币一小包 不知道国内是什么价格 我这种低层次价格敏感型消费者 平时消费的最多的海鲜 就是海带 所以哪里知道海参的价格 朝鲜族大妈在购买巧克力 因为承知了前车之鉴 这些巧克力已经让我失去了信任 但朝鲜族大妈买的哪里只是巧克力 她买的是自己民族的味道 最让我不屑一顾的是首创摊位 不用谈义务这么远 在国内我掏出手机 一块九包油的质量就不输这货 一样能盘到包姜起辣 景区里的最后一个景点是一口景 据说里面的水冬暖夏凉 清裂甘甜 井口放在一个小瓢 我亲眼看见起码20个人拿着它咬水喝 我的内心极度不适 很想问这些用同一个瓢喝水的人 你们真的不在乎别人的口水吗 对于这个水景景点 我觉得十分的无趣 如果在国内 它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景点 但有一说一 这井水确实很甜 我们一大车 中国西洋红游客团队 被拉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体育场 观看跆拳道表演 我对跆拳道了解不多 只知道念着玩意儿 比较飞幕吧 很多活动 自己练 没兴趣 但是看别人练 还是感觉有点带劲的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喜欢在短视频平台上 看别人练瑜伽 中方导游给我们总结了一下 当地的跆拳道表演 是用了这句话 功夫好不好不知道 伞子都练得挺好 我当时就纳闷了 练个功夫 跟伞子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说一 这个体育场修的是真不错 有脸超出了这个城市的层级 进了体育场 不知道是何原因 身边突然多了许多当地的美女 我兴奋的环顾四周的环境 巨大的领袖肖像下标准的足球场和环境跑道 还有看台上漂亮的姑娘 随着激昂的朝鲜合唱音乐响起 跆拳道演员们 不 运动员们开始上场 每次看到跆拳道的训练服都感觉有点过于宽松 一是打架时容易被对手扯住 二是总觉得会分散自己的力道 三是从视觉上看起来像睡衣 没有起到心理威慑的作用 机打架时还知道炸毛 让自己显得很强大 而且不要命的样子 素我直言 真正适合打架的是 男的穿成相扑手 女的穿笔记笔 表演正式开始 好家伙 我算是懂了中方导游的话 练跆拳道 没有好伞子 可真不行 其实这情况我熟 很像我小时候看完武侠剧后 模仿里面的大侠练功 力道全靠嘴巴发生来模拟 一套招式打下来 唾沫横飞 口干舌兆 觉得自己骨骼清奇 就差 掉到一个山洞 遇到一个猴子 打开一套机关 得到一本学士 武功秘笈 然后就可以回到学校 做那个曾经做过我的同学了 接下来进行的传统保留戏法 不是 是保留技法 踢木板 这种技法 最重要的战术技巧 是木板质量不能太好 最讲究的就是个一击击破 让我们来看看朝鲜小伙的实战表现吧 最后一脚多少有点不干脆 关键是缺了蕴含劲道的气 不如我这个中气十足的嗝 接下来是情景剧表演 描绘的是四个刚刚见义勇为的小伙 其中一个还受了伤 转过一个街角 又遇到了那两个飞车抢夺的坏人 真是冤家路窄 白衣坏人心里不服气 首先发烂 于是四个小伙中的二号 在迅雷不及掩耳到铃耳响叮当 太阳升起的时候 也出腿回击 双方人马开始了混战 虽然四个小伙拼尽全力 但最后仍然被坏人全部打倒 这故事充分的说明 要想施行正义 还是得好好学跆拳道 接下来的是重头戏 表演的是对木棍的抗击打能力 这个表演重点在于 不仅要保证木棍的质量水平控制 还要保证木棍击打部位的控制 看那鸡肉表 你看那鸡肉表 木棍打完后 又是以一对多的对打 表演痕迹越显严重 不是我吹牛 就冲着篮主那小瘦身板 放我上去和他对打 我敢保证 十秒钟 只要十秒钟 他乖乖跪下来 给我安忍重 其实以上内容纯属调侃 从小伙子们黑瘦精壮的身材就能看出 他们都是清学苦练的专业青年 他们的表演更多的是 突出了跆拳道的礼仪 以及跆拳道技法的形式表现 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上去 跟他们切磋 最后感谢少选方面的安排 以及跆拳道小伙子们的精彩表演 给我们的旅途带来了诸多的欢乐 是一生都难忘的美好回忆 在朝鲜旅游 最大的遗憾是无法接触到普通的朝鲜人 只能在旅游大巴停车的间隙 拍一拍路上经过的行人 大多数的人们 穿着都非常朴素和严肃 领袖肖像徽章 几乎每个人都会佩戴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朝鲜的人们 虽然服装确实比较过时 但是精神面貌都不错 通过我的观察和分析 关键的原因是在发型上 在朝鲜 完全看不到蓬头勾面 或者齐虚易发的人 男性普遍短发 女性或扎或批都比较正式 这对年轻人的专属 算是朝鲜人当中非常接近于我们的 男生T恤配牛仔裤 脚上还穿着一双奈克 女生 牛仔上衣 下身还穿着紧身裤 这个朝鲜女性探着卷发 穿着也很像中国人 通过她胸前的工作牌 我估计她应该是从事服务行业 我定格了两个中国游客的瞬间 大家来对比一下中国大妈和朝鲜大妈的同宽时刻 我们的大妈专容讲究 还能看得出一些青春的尾巴 那位朝鲜大妈其实也还不错 穿着一身职业套装 提着一只昆包 但明显我们的大妈更时尚 接下来我们另一位大妈出仗 这位大妈主打的是一个休闲 破洞的牛仔裤 顶在头上的太阳镜 双手插兜的酷酷动作 朝鲜大妈再次败北 从交通工具上看 朝鲜的人们主要还是靠步行和自行车 其实按螺线的城市路况 机动车非常少 自行车出行还是非常不错的 舒适又安全 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 也骑上了电动车 在这个定格画面里出现了两辆电动车 这位骑着电动车呼啸而来的大叔 从大宽的眼镜和略突的发量来看 像是从事理工技术职业 有可能是某领域技术带头人 再保守也是国营大产技术骨干 朝鲜人的工资水平到底如何 每月工资有多少 朝鲜旅导游简单回答了一下 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位五百六百 我们一千左右也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你们中国的工资高 还有小费泡面的那么多 我们朝鲜生活费不太多 小费泡面的很少都是免费 所以生活都没有压力 这问题后国家给我们免费泡子 还有补免了以后免费 家里也是免费之后 他们都不滑进来 据说在朝鲜 社外导游是妥妥的高薪岗位 至于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月收入 我暂时还没有了解到 如果要对比一下他们的物价 这个我自己花钱 这么一比较 一个月的工资 买一件漂亮衣服都够呛 小游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朝鲜姑娘 问她愿意嫁去中国吗 她的回答多少有点奇怪 一会儿有机会问你去 对对 最好找个中国男朋友 有意思不知道 可是不可以 不可以吗 不可以 哦 中国要找到哪里了 对啊 我朝鲜姑娘要长个睡男人 这么多 为什么平时男人我朝鲜 接下来的行程 她带我们去了一个就在市区的景点 这么说吧 这个景点主打的就是一个拼凑 来到景区大门 看到一大波的中国游客 正乌样乌样的从大门出来 基本可以判定 这是专门对口中国游客的流水席景点 大人们表情多少有点冷漠 连小丫头都毫无兴奋感 作为多年旅游博主的我 早已洞悉了一切 领袖肖像话 无处不在 说起来和这个景点其实还是强关联的关系 因为这个景点主打的就是一个闪话 而且闪的都是领袖话 自从付费解锁了DV旅拍服务 我早已习惯了眼镜小哥在人群中搜索我的倩影 并拉开架势向我聚焦跟随 这种聚焦莫名的给了我一种干上的领导的错觉 不自觉的手都背了起来 脸上也平添了一些多连茅台酒大海鲜滋养出来的富贵气质 就好像女神们发美颜拉满 连脸级线都被模糊掉的自拍照 然后在一群有早没早打一干的田狗们的一生生女神中 产生了解救式女神的自信 是俊道都开金正热花 金正热花 花场那个展览会 这是金正热花 金正热花 不是金正热花 没有金正热花 金正热花 对 展称江天花 那个是领袖花 领袖花 江天花 领袖花是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花 看完的话 虽然大家都在赞美花很漂亮 但是都觉得有点无聊 没想到的是 下一个景点 更无聊 这里是罗宣市的文化宫 刚开业不久 还弥漫着浓浓的油漆味 就开始接待游客 唯一的收获是看到了几位漂亮的朝鲜姑娘 于是 找机会问了一下朝鲜导游 如果他们去中国办手续方便吗 办护照方便吗 很难吧 就是把你们办护照方便 如果无缘定 还有我有事可以 去中国 那时候一定要去护照 一定要去护照 接下来又到了购物环节 这是朝鲜的民族服饰 做工用料都很一般 但是价格基本都在600元人民币以上 走到这个纪念品商店的烟酒柜台 感觉这里和外面不是一个世界 这里专修考究 柜台上摆着各种高级的烟酒 售货源 从颜值到打扮 就是放在国内 那也是能打的 这间柜台 上面是朝鲜著名的人生酒 下面的包装袋上画的是白菜 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一些工艺品 这是朝鲜旅游纪念护照 这里是烟酒和朝鲜花装品柜台 中国游客的购买力 那是嘎嘎的 很多一街账都是上千 我发现中国有退休金的大爷大妈们 购买力是增强过年轻人 但怎么让他们掏钱 是个很费心的活 有时候还很费良心 刚才夸销售员的话 说的有点满 这个销售员的机关发型有点打脸 像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风格 但是他汉语不错 卖的也很卖力 散门够大 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工资算不算提成 在逛纪念品商店的整个过程中 我都比较的低调 接下来的行程 是这趟旅行中的重头戏 去大剧场看少儿文艺表演 上车前看到一棵桃树 开满了青春无敌的圣霞果实 现在来了没有送小朋友的礼物 也有啊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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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观看表演的安排中 游客给孩子们送礼物 不知道是游客最初自发兴起 还是朝鲜旅行社软信要求 反正就是形成了默契 傍晚的罗仙大剧院 就像是南眉自动采摘机的抖昌 所有在罗仙的中国游客 都从四面八方蹦跳着被收集到了这里 过道稍微有点黑 容易发生踩踏事件 建议罗仙方面可以考虑加一些灯 剧场规模还不错 起码能坐上几百人 风格主打的就是一个被动的怀旧 最激昂的红歌和尚才能契合他的气质 看台上的这对朝鲜男女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表演每天都进行 他们是以什么身份来观看这演出 就在此时 剧场里的灯光熄灭 表演马上开始 欢迎讨讨价格的 今天起床里的拍摄 YES 山轮丐 Lan不思讨 Lan不思讨 我讨讨 MIT平 杨厅的 打资 讨厅的 非 这个朝鲜小姑娘的爆木 极具感染力 但巨大的幕布徐徐拉开 激动人心的开场歌舞开始 我的情绪被毫无保留的调动了起来 眼里有关 手里有掌 我对这场演出的评价很高 不论是这个小提琴独奏 还是接下来的打鼓的表演 舞蹈的比重比较大 其中也能看出每一个作品 想要表达的内容 这个是表现童趣的 这个应该是表现体育活力的 最后的节目是今晚的压轴戏 也是难度最高的节目 绍尔跳绳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赏身像潮水一样涌起 然后像雷鸣一样赏彻场馆 小演员们集体亮相谢幕 中国游客纷纷涌向舞台 游客们赠送的礼物堆成了小商 礼物的SQ数比较多 有各种文具 饼干 糖果等等 相比较下 游客们比小演员们兴奋多了 都是第一次来朝鲜 再加上小朋友们确实也可爱 游客所有的恋爱都是真情流露 没有半点虚假 而小朋友这边 每天都要重复演出 重复被各种热情难易的外国 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拥抱合影 多少有些日常被迫营业的倦怠 这个中国大爷和朝鲜小男孩的合照时刻 就是真实写照 给人一种莫名的喜感 总之 这场演出是整个朝鲜之旅 最闪观的部分 在神秘的朝鲜旅游 马上要迎来第二顿饭 这次换了一家餐厅 令人兴奋的是 餐厅门口摆着鲜活的地碗蟹 海参 鲍鱼 大龙虾 都说朝鲜的海鲜便宜 2750的团费 还给老铁们整一顿大海鲜自助 突然就心头一热 想高歌一曲 请我说谢谢你 走进一问 个人自费购买 你以为自费购买 就一定无人问津 错了 已经开始抢购了 朝鲜售货员都忙得手忙脚乱 其实绝大部分的消费者 买的不是实惠 而是主打一个占便宜的感觉 你要说哪天 韩式班永久 从一千降到五十 大妈们立即在朋友圈摇姐妹 组团去闻媒 你要说搞促销 不仅免费 还倒给一百 别说大爷们 连我都要去 高低闻个某坤铜款 占便宜 是其一 从重心理 是其二 江湖传闻 都说朝鲜海鲜便宜 再说 来都来了 此时 只要有一个人带动 抢购的氛围 就培育到位 来不及解释了 赶紧上车 此时的我 嫌海鲜区太挤 主要是在 生鲜区逛 生鲜区也挺深猛 李子 十元一斤 但是对比 两百亿斤的地碗屑 我是时候拿出 中国游客的好气了 果断出手 买了半斤 半斤李子的分量 确实有点少 我又花五元 买了一只鹅蛋 买好东西 我逛到路边 想拍几个镜头 被其他团的导游制止 去餐厅时 旁边的大姐 拎着地碗屑 我戴着墨镜 晚上的还 这个是鱼是吧 不是 茄子 哦 茄子 这个有一个鱿鱼 第二顿饭的官方配置 和第一顿饭差不多 只新增了朝鲜经典名菜 泡辣白菜 老演员炒鱿鱼 仍然是荤菜当当 吃着吃着 东北大姐自购的地碗屑等硬菜 加工好了 被服务员端上了桌 东北大姐招呼大家一起吃 我摸着良心和肚子里的蟹肉 可以说一个结论 说得好爽 东北同胞 那真是要排第一 吃完饭出来 大家三三两两 站在餐厅外聊天 温柔的晚风从海上来 带着琉璃的浅卷 和日暮的浪漫 不远处的民居 生腾起朦胧的薄烟 那是他们的人间烟火 在神秘的朝鲜旅游 很难得的 与女导游聊天 我朝鲜的讲的和中国的讲的差不多 对 差不多 别的国家完全不一样 我跟她的 我说我一个 你就回去不一了 是不是 三个月 不行了 没有 不行 咱们每个电话 转信都可以 可是微信没有 不能上网 对 咱们没有 可是转信是没有 不行 咱们没有 没有 现在是90年代 吃了微信都有 除了微信你们都有 是吧 那也可以上网 那说明 你们那个手机都是自己国产品牌的 有一些是中国的 还有中国品牌的 两个 是吗 不是 两个 自己的 自己的 我问我的手机的 平常 平常 那个是阿里兰 你的手机 阿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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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平常 关于朝鲜的手机使用情况 我认识一个在朝鲜做生意的朋友 他告诉我 从手机的普及程度来讲 其实也非常高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 成年人基本上都有手机 所以 网络上的一些说朝鲜人用不起手机的言论是不正确的 但是朝鲜的手机类型中 功能机的比重肯定比中国大 而且他们手机上网的范围 以及软件能力 我估计是存在很大的不足的 至于朝鲜的手机品牌 比如平常和阿里兰之类的 据说 全部来自于深圳华强北 你说那个阿里兰是没有朝鲜的一个民族英雄 阿里兰 阿里兰民族 阿里兰民族 阿里兰姊姊的倒垃圾 倒垃圾 倒垃圾 什么东西 采戒杆 采戒杆 说话哈 那是戒杆 什么意思 他没有意思是不是 他没有意思 心情的意思没有 他没有意思 真诚的意思 比如说 我比我大的 跟人说的话 真诚的意思 真诚 真诚 尊重 他是长辈 就是说他长辈 长辈说的话 我不是长辈说的话 我一定要说 你长辈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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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识 不直接说 你有隐望了 北方不是有一个小话 就是模仿 这个朝鲜人说话 不是不是说那个 全咕噜不撞 后咕噜不撞 像不像 全咕噜不撞 他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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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学 他就模仿 他前咕噜不撞 后咕噜不撞 在电视上 全部都不撞 全部都不撞 非常激昂 像上那种 气格是什么样的可以 在大学学习的时候 第一的专念是英语 哦 那你的英语非常好 对不对 三个月了 可是 现在跟中国人唱的时候 我都看你进步 可是英语 退步 英国人 忘记是不是 你三个月都唱那个中国 中国那个歌啊 唱的 就会唱那么多 就行了 11岁 11岁 有发展 对 你要是上中国再 待个一两天 你不用啊 你到中国到我那边就行 我教你几千 汉语学 哦 可以 这个学 这个学 你试着 汉语学的行 你像东北 在那哈 说那个普通话 最好 吉林省 我是昌春的 吉林昌春的 你就到昌春 你找我 就行了 那那个名字 你看了没有 有姓关的 关 是普通话 你就找姓关的 就找他 你就不用申闹了 完了到时候 不用花别 就是 我这块也没有 哈哈 那你 还有 哈哈哈哈 中学 郁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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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金林市 郁文中学 说 吉林省主席 就在那样的中学 是吗 对啊 可以讲一些 他以前在中国 学习 还要度这种 对 他的说法 他不单在中国的学习 那个在中国的 搞革命了 搞革命 中国搞革命 带领一支游击队 带领一支游击队 日本人 吉林省主席 不能直接护名字 不能关叫名字 不喜欢 金城同志 多写 对 对 金城同志 不能关叫名 嗯 名字叫安 安 恩 星 安 恩 星 恩惠的恩 恩 我知道 恩惠的恩 星呢 星期的星 星期一 星期安 星期安 天 天 天 安 你老家是哪里 老家 你的家乡 我家是罗先生 不是本学生 我的意思是在 你们朝鲜 导游这个职业 比较好的职业吗 这个意思吗 对的 是的 是不是 是不是觉得挺好 比较好的职业 我觉得 不可能一直 因为他随于年龄 随着年龄 随着年龄增长 他可能才做到 导游其实年龄大小 不不不 现在问导游 是不是以后 可能都不要导游了 哦 孩子妈妈也有 妈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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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其实你以后可以 没有理由 就是女性社区 女性社区 会汉语 汉语 我都诺诗语 我老师还不知道 还没学过了 我都诺诗语 你家你是排第几 两排第 还有一个弟弟 你还有个弟弟 有 我有一个妹妹 还有妹妹 我家有两个孩子 哦 我家的四口的爸爸 妈妈 我 我还要妹妹 哦 爷爷呢 爷爷 爷爷 已经 七二十七 不是 不是 有吹有烦 有吹有烦 对对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他入党有没有 哦 要入党第一 哦 入党你们容易吗 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为了国家好爱的工作 还有工生多的人 可以入党 我还没有入党 还没有入党 还有第二个条件 当兵 第一就是入党 第二当兵 拽练 当女兵也不容易 如果男人还是 十年 哦男人要当十年兵 十年 哦 高中毕业以后 高中毕业以后就要去当兵 去当兵 我们 首先人口很少 所以 比较 比较长 比较多长 但是 男人 十年 九年十年 女人 五年六年 五年九年 我愿意找到男人的时候 当兵的人 我愿意 哦 不愿意都愿意 帅 可是 还有我们朝鲜人民都认为 当兵是我们公民的热闹 哦 义务 第三个条件 义务的义务制度 第三个条件 大学地位了嘛 哦 就是要学地 这个三个条件 都是比较好的男人 十二年 那就比较 那就比较 就按这个条件 按这个条件 当兵的期间 不能结婚 当兵以后上大学 哦 当兵以后 上大学 有的人 高通地位 然后呢 不是当兵 参加工作了 哎 有的人参加工作 很少 有的人上大学 哦 高通地位以后 上大学 那不是 哦 当兵 当兵的那时候 那时候 当兵期间不久啊 五年 三年 那也就是说 每个男的结婚都比较晚 都要接近 你这晚 二十七 二十八 每个都比较晚 晚婚流行 早婚不行 太喜欢 晚婚流行 哦 哦 流行 流行晚婚 女人二十五 以上 二十四 二十一 在那里 留行 完了 还可以 过生 过生 过生孩子 对 国家卡罗里 过生孩子 嗯 英雄母亲的说不多呀 不太多 那八个呢 八个不容易 还有点难多 那六十年代的时候 一般都吃八个 老爱都吃八个 你到中国的时候 十多年都浪费了 嗯 现在有没有一般 每个家里 两个孩子 是不是他喜欢男孩 真有意思 哦 男青年 都不一样 有都是喜欢男人 有都是喜欢你 还是 我们在中国呢 男人都女人少 对吗 什么 一般一般一般 一般一般 你们一般一般 结婚的时候 女人都是谁 如果 中国人要算你来 定不一定什么手 这个他估计很难 很难定军 不要 我问 我们朝鲜的女人 去家 不是 就是他说 中国人到这边来生活 你们朝鲜的女人 嫁给中国男人了 中国男人可不可以到朝鲜来生活 你找哪个都可以 对 但是入中国国籍 必须要生活 好像五年以上 才能入籍 入中国的国籍 啊 你们中国人随便 随便 你跟哪个国家的 只要自由恋爱 只要双方同意 都可以结婚啊 不可以 不可以 实际上 已经这么能有好处 就是保持一些民族群的心 对 对呀 人家那个 奶奶 只有的姑娘喜欢吗 大老了 嗯 只有的姑娘喜欢吗 对对 都是喜欢瘦的 你们朝鲜呢 喜欢胖的姑娘吗 也是瘦的 应该是 是不是 哦 现在就这样 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都是瘦的 差不多都是瘦的 嗯 不光练不行 自己认识 还是介绍 还是怎样 哦 随便 你要都能介绍 我自己认识 自己恋爱啊 别的人介绍的 也有 也有 很少嘛 还有 有网上吗 对对 也有 也有 介绍的也有啊 也有啊 亲戚介绍一个 很少,很少,就是70年,80年代,离婚压力很大 结婚的讲话几乎没有多少离婚 你等后期,八年后的七年就开始离婚率高了 离婚率高了,孩子怎么办呢 好难言吧,希望他能付出护养肺也能管 吃完晚饭,去酒店的一路上,是这趟旅程中最温馨,最动容的时刻 善良真诚的中国游客们,与淳朴敬业的朝鲜导游团队 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和友情 在这个最放松的时候,双方都放下了所有戒备 一起荡漾在歌声与欢乐的海洋 这欢乐能冲破国与国,足与足,人与人的所有界限 无远复界,温暖不渝 你的错吧,还能要少吗 你的不出,还能要多吗 生活的路,只有一些不平时 请你努力下在意,有一些沉河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让那快乐,别人在你身边 卖花姑娘 卖花姑娘 小小姑娘,请 对吧 谁会朝语 卖语行位 卖语行 我们尊重每个陌生人的生活 尊重他们与我们不同 尊重人类精神内核里永恒闪耀的真善美 这不就是旅行的意义吗 有句歌词唱得好 真情难填满无情动 红尘乃去 一场空 还有一句歌词 也唱得好 人声短短,极个求 在这个美好的歌唱的时候 我想给大家也送上我的一首原传歌曲 歌词是我写的 作曲和演唱是我的吉他老师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欣赏歌曲的旋律 我会把歌词用特达字打在屏幕上 要诸君共赏 让我们就在此刻 穿过时间的海洋 在未来的风里 流浪吧 穿过世界的海洋 在未来的风里流浪 穿过世界的海洋 我在空中挥舞守着 你迎风歌唱 我们开着时光景 我们开着时光景 在无影的星海也好 窗外雨中 星河灿烂 你泪光神沙 衣衣的擦肩 远过一个光年 我在世界的流浪 等你看过芳华落尽 再和我一起旅行 一个春年 一个春年 便是平行时间 我曾经 旋转里 等一封 在神秘的朝鲜旅游 入住的是 妥妥的室外海滨度假酒店 办理入住时 朝鲜旅导游跟大家说 有扇门按摩服务 费用200元人民币 服务绝对专业 因为即使都是毕业于 平染的医科大学 学的就是推拉理疗专业 此时 我有一个魔幻的想象 就是我套了200 五分钟后 听到敲门声 一开门 看到的是熟悉的 朝鲜眼镜小哥 提着巨尸包 冲我黑黑一笑 然后说 你好 这200块钱没花 我内心是遗憾的 进到酒店房间 发现房间偏小 船也比较窄 但卫生状况不错 整体条件 类似于国内的快捷酒店吧 这窗帘有点花 金色的杆 亮子色的窗帘布 搭配大方格蕾丝 主打的是一个 反城市传统农蜜蜂 接下来的探索发现 里面的电器 基本都是来自于中国 冰箱是还好的 地上这个机器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产自杭州 电风扇是华格丽的 在这里批评一下 华格丽这个厂家 能不能把VI 稍微的设计一下 logo 就好像是充花费送的 英文和中文 不论是读音还是意思 都不对应 整体印象就是一个 珠三角偏僻村里的 组装小厂集市感 电视机虽然是朝鲜品牌 但我坚信它是在中国贴牌生产的 唯一有点意外的热水器 居然是现代牌的 但是因为面板上那朵 设计很乡土的花 我相当怀疑这个现代 有可能并不是韩国的那个现代 既然没有购买按摩服务 也没有手机信号 唯一的娱乐 也就是只能看电视 打开电视 传来播音员强劲激昂 能让敌人们肝胆剧烈的声音 一时间我才真真切切的意识到了 这里真的是朝鲜 而我现在正在朝鲜的土地上 我不停的翻看频道 发现只有三个频道 而且内容还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看看内容吧 我可以尝试着用我们的风格 连拆带懵的给大家 等一回新闻解说员 有一种感动叫风雪中坚守 勤勤恳恳 朴实无华的建设者们 不畏严寒 坚持奋战在建设第一线 你要问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他们会异口同声 坑腔有力的回答 我的名字叫坚守 其实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人们还在手工凿石 单价台时 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无畏精神 确实是令人佩服的 但是机械化程度也确实比较落后 如果是在国内 估计全部都是机械化作业 新闻结束后 开始播放的是电视剧 语言我听不懂 但不介意给大家解说一番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次打的就是一个 连猜带懵 无中生有 这段剧情应该是爸爸和女儿的对话 爸爸说 你那个上司 现在还在给你穿小鞋吗 女儿回答 最近变好了一点 还说下班后 要请我去吃美味蟹环宝 爸爸沉思了一下说 吃美味蟹环宝 这小子 美安好心啊 你得小心点 因为蟹环中 含有较高的胆固醇 过多的使用蟹环 会增加胆固醇 在血液中的沉积 导致胆固醇水平升高 进而引起胆固醇 等问题 女儿说 阿波鸡 你想多了 爸爸反驳道 那为什么偏偏是美味蟹环宝 而不是烧油时加一点猪油 开炖前加两片香叶和三块冰糖的帝国鸡呢 女儿有些不赖反的说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 那为什么没有理想的就是咸鱼 就偏偏是咸鱼呢 爸爸叹息一声 美姬呀 你还是太年轻 你以为 没有理想的 就只有咸鱼吗 你错了 还有叉烧 在他们广东 父母骂孩子没有志气 还有一句话 是 上个叉修 和过生的呀 女儿说 老爸你也太能编了吧 爸爸终于绷不住了 其实我也编不下去了 第二天的上午 我们去参观当地的一家企业 这是一家水产防御厂 用专业的角度来讲 就是根据水温等环境条件 制定精准的综合促俗措施 诱导鱼性线发育成熟产暖 用通俗的话讲 就是 防止鱼苗 导游 从国际制裁大环境 讲到具体行业的诸多挑战 再到超越爱情的鱼苗的诞生 游客们 都体会到 虽然国际环境恶劣 但是 困难是堂皇 你弱 他就强 只要思想不滑坡 方法总比困难多 有困难要上 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也要上 导游介绍说 里面都是大马哈鱼 转到另一个车间 瞬间感觉进入了海鲜餐厅 因为里面摆了各种 生猛鲜活的鱼虾蟹被 然后 旁边的仓库 数个烧烤架里 烫火熊熊 几个朴实的朝鲜姑娘 连被火烤得通红 再进行水产品的大分子高温不可力反应操作 我当时就惊呆了 都说朝鲜落后 看看这经营模式 这可是妥妥的工业旅游2.0 放到全球来看 都是创新的idea 工业旅游2.0 主打的就是 厂 货 服务三个场景的融合 打通生产销售消费的闭环 让新型旅游的动力给传统行业赋能 把游客都变成消费者 把车间变成卖货场 做好旅游推广就能保证流量 做好人货互动就能提高转化率 我兴致勃勃的挑选了两只肥美的朝鲜板蟹和新鲜海生 这里的价格比昨天餐厅低很多 于是我结战时爽快买了两份鱿鱼 上午还有一个重要的旅行项目就是坐船出海 我们住了酒店位于美丽的琵琶岛有着无敌的海景 出海是自飞项目每人200 主打是喂海鸥刺打是看海狗 昨晚省下按摩机师的200 今天还是要献给海鸥和海狗 有一说一 这个出海游的旅游硬件配置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 我16年在柬埔寨白马出海 小牧州差点翻船 我也差点香肖泰国湾 朝鲜这次的游船 不论是外观还是配置 都不输国内水平 每人都穿着厚实的救生衣 不但如此 他们这次还做到了人无我有 人有我骚 看看这游船的类似 那高贵的亮子色帘布 那充满诱惑的那丝图案 还有座椅 那么骚气的朱砂红 你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的 你没有想错 他严格精致的延续着 与酒店房间的设计同意 我内心被蛰伏了不由感叹 这迷人的该词的细节 你问我出海的感受 实际上离港五分钟后 我就晕船了 萎靡在船船里 船头竟是健壮勇的中国大爷大妈 他们欢呼 他们歌唱 海风由远而近 发出鸡蛋的咒鸣 那是大爷大妈们 曾经的 在西洋下奔跑的青春 一大群的海鸥 从游船出港 便开始聚集在 迎风飘扬的 红狼五角兴起周围 自由飞舞 接受一国大爷大妈的打赏 至于海狗 有过那么一两次捕风捉影的人群骚动 有人言之早早指天堵咒说看到了 也有人明明看了个寂寞也跟着说看到了 但我确实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海狗 海狗 人顺外号 圣王 海狗捕圣王 在很多人眼中几乎等同于大力金刚王 海狗被人认为能够捕圣的原因 我猜应该主要来自于他的爱情生活习性 雄性海狗迎合雌性的方式很粗暴 他们用近似于抢亲的方式来欢迎另一半 被盯上的雌性海狗 会被雄性海狗叼到自己的领地 由于体型体重相差巨大 雌性海狗的反抗往往很徒劳 雄性海狗一般都有多个雌性伴侣 多的会有几十只雌性伴侣 特别身强力赚的雄性海狗 甚至会有过百只伴侣 年老体衰的雄性海狗 经常会找不到雌性配偶 这时候他们便想到其他解决方式 于是他们捕捉到企鹅 并不是直接吃掉 第二天上午 我们还有一处特别的行程安排 但是基于一些现实的原因 视频不方便展示 在途中 朝鲜旅导游开始讲一些男女婚嫁的猛料 比如在朝鲜 完全没有彩礼这个说法 结婚时 主要有女方出钱出物等等 一讲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身头一看 大爷大妈们也都变得很精神 我听说 在我们中国结婚的时候 结婚礼品 都男方准备是吗 是的 都男方准备是吗 对对对 男方还有柴名呢 我们朝鲜都是女方来准备 没有问题 我就没费给了嘛 所以没问题 所以没问题 第二个是 那个 当天新娘的这样的民主奥学 民主服装 这个也没问题 不那么贵 第三个就是高丽人身 高丽人身 大家都知道高丽人身 为什么准备高丽人身呢 这个人身主要补身体的嘛 补身体 女人生孩子 那个身体虚弱嘛 女人生孩子以后 吃那个高丽人身 那个 为了那个补身体的 他要没有意思呢 如果男方准备一个人身的话 他要一个孩子 准备八个的话 他要八个孩子 这样 对 哈哈哈 对 嗯 我问一下 现在中国流行的结婚年龄是几岁 什么 结婚年龄 结婚年龄 二十二十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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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是二十二 女的二十 女的二十 男的是二十二 哎 早了 哈哈哈 我们朝鲜呢 在我们朝鲜 法力上制定的结婚年龄是 法力上 法力上制定的年龄是 对 周岁 十七岁 都 以上的都可以结婚 十七岁 但是我们朝鲜 全民绝命的国家嘛 全民绝命 知道吗 我们男人的话 我们朝鲜男人的话 男人的话 都是医务病的 医务病 医务病 必须 必须得残病 对 女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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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当兵期间 那个十年制 十年制 十年制 我们今天不能结婚 所以 每个中学的呢 十八岁 参兵 最远的时候 二十八 二十八 所以 最流行的结婚年龄是 二十八十九 女的是二十四 二十五 对 哦 对 呃 班典学 也班典自学 才 排数差点 真的 挺好 挺标准的 我声明给大家讲讲 国务行政区 国务行政区 纳志尚昆城 告 朱祥市 市 郡里 到了相当于中国的城 朱祥市和市 是跟中国一样 郡相当于中国的县 里相当于中国的县 或者县 是这样的 目前我们同合国 北方部有局的高 我们连续度是 以行政区最基层的 最阶层的 民族单位成成 合作农场管理的原体 这个合作农场管理委员 可以怎么理解好的呢 跟以前中国的生产队 是吧 七十年代的 六十七十年代的生产队 对 生产大队是在小内 请大家 那个再继续看一下 那个每个房子的 每个房子的前面 有个小面子 小面子里面 有个小土地 小土地 这个小土地 才是个人的 个人的安理 的政策 一个农村 公余超过 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土地 巴士经过螺旋市的成交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动物粪便的气味 我个人估计 应该是田野 都大规模的 试过一次农家肥 路边有很多人在劳动 但是这劳动的场景 总让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首先 很多地方都没有专家 大家不知道是在干嘛 拔草 种树 整理水区和田梗 我作为一个出生农村的人 实在是想不出 他们的实际劳动内容是什么 第二 看这些人的穿着 并不像经过朝鲜农村地区时看到的普通农民 这些人更像是城里的人 有的戴着眼镜 有的穿着还算时尚的外套和运动装 给我的感觉 这好像是城里的工人 工作不饱和 来农村进行运动式的劳动 仔细想想 其实 这就是朝鲜当下面临的困境 农业上 国土面积有限 可耕种面积少 工业上 工业基础薄弱 除了出口一点资源 工业品出口 几乎为零 没有外需 内需消费也极少 小国里内循环 真的就是一坛死水 完全靠自己一天一滴水的积累 生产资料很难增长 技术很难进步 于是社会中的很多人或劳动 都处于出产价值极低 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的空转 打个比方 就像开车一样 油门踩着山响 整个系统都在运作 但是就是挂不上党 所以 眼看操作猛如虎 定进一看原地处 总之 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摸索出一条 更有效的发展道路吧 这是在朝鲜的最后一顿饭 吃完这顿饭 就要告别朝鲜 开始返程 这顿欢送饭 朝鲜饭面 终于增加了一个硬菜 清蒸鱼 而且比之前的两顿似乎更用心 把普通的煮鸡蛋都叼了个花 从远处一看 像切开的海螺 走近后 才发现自己高薪的太早了 唯一没有变的是花生米 三顿花生米的火候 都有点老 油炸花生米的灵魂在于清脆 他的精髓在于 起锅一定要有提前量 只要开始 琵琶作响 缠一下 没有声味 此时 一定要杀伐决断 悍然起锅 他就像那美好的姑娘 在他青春正家稀里糊涂时 娶回家是最好的 一旦他跃进千帆 身安事事 事情 就糊了 这次的年轻女服务员特别多 她们穿着艳丽的服装 盘着清爽的发肌 像缤纷的飞鸟一样 飞来飞去 严重影响了我的进餐 直到东北的板衣大姐 再次刷了一个大螃蟹 我的食欲才开始复苏 在此 我想借此机会说一句 感谢我美姐 感谢我富姐 你的螃蟹 就像一束阳光 就像一弯清泉 就像一朵大喇叭花 让我的朝鲜之旅 收获了更多人生的真谛 基于许多观众的意见 今天给大家放两段 眼镜小歌唱歌的视频 我觉得朝鲜族的歌手 不论男女 唱音都非常的厉害 我们的眼镜小歌也不例外 唱功也很不错 跟我们的姜玉恒老大哥 差距也就只有一张A4纸的厚度 这就是传说中的 在中国餐厅中的一张A4纸的厚度 打工的朝鲜美女 我要常温的就好 常温的 京陵的浑春市 对面就是朝鲜 浑春有一家著名的餐厅 因为里面有许多漂亮温柔的朝鲜女服务员 也成了著名的网红打卡点 我这次就去实地探访了一次 餐厅专修的不错 就餐过程中还有助产歌手表演 顾客们可以用手机往大屏上发弹幕互动 气氛非常的好 我对这家餐厅的评价非常高 菜品不错 表演水平也不错 价格还非常的实惠 再加上颜值气质都善加的朝鲜女服务员 非常值得去打卡一次 手高哦在这里 当地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些朝鲜女服务员的情况 这些朝鲜女孩大多年龄都在22岁左右 基本都是大学毕业后通过挑选而来 首先形象上要很好 然后还要勤劳能吃苦 来中国打工的机会非常难得 期限只有三年到期就必须回国 他们的工资在2000元左右 在我们这边算是谷底 但是朝鲜女孩们打工期间基本不出门 没有什么消费 三年的工资带回国妥妥的变成了富婆 温春是一座边境小城 处于中朝俄三国接染处 街上许多电招都是中朝俄三语 甚至中朝俄英四语 当地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些朝鲜的事情 我随便一转述 大家也就是随便一听 不包准确 他说对面朝鲜现在还是严格的城乡二元制度 人员流动极小 出个事都要申请开介绍信 普通人出远门的机会微乎其微 除非是工作和贪亲 罗仙离首都平染才七百多公里 但是对于罗仙当地人来说 平染简直是遥不可及的 在他们眼中平染有多远 就像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智利乌斯怀亚 平染有多繁华 那就是八十年代内地人眼中的香港 所以在罗仙这个地方的普通人去过一次平染 回来是真的可以吹半辈子 享受朋友们的全方位吹捧和面目全非的羡慕 说到这里 我怀疑自己又发现了一个商机 就是去朝鲜炒房 据说平染的房价已经到了八千 新一周已经到了四千 当地朋友说 外国人买房比较麻烦 而且什么配套都没有 没有互联网你真的能忍吗 而且政策风险也比较大 商机也确实有 据说之前 朝鲜的海鲜产品 那真是白菜价卖给中国的商人 帝王蟹之类的十块钱一斤 所以许多国人做朝鲜贸易赚了大钱 但是在中国的规律是 好生意撑不过三年 只要是暴力的南海行业 三年内必定变红海 乌鱼乌鱼的中国人提着现金上门 朝鲜人民不缺乏智慧 果断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 深表遗憾的涨了价 至于很多人把自己对理想国和乌托班的美好愿望 放在地球上任一处有人的地方 我觉得在当下都是虚妄的 因为无论是多么富足和形式上的公正 都无法克服根骨不变的人性弱点 人心如海不容生炭